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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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记者再去追问 前一天极力反对中途之家进驻 说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当地领长 他不愿出面 只愿透过电话澄清说 其实自己是被其他媒体断章取义 我不是说癌症会传染 不是 不是小孩不知道 他会不会传染会紧张 你是觉得说他坐在这里好不好啊 对啊 还好 但是我就不断成 为什么你觉得很好但是不断成 今年四月麦道朗拿下预定地租约 六月进行斗工 但没想到在这两个月中 却只开过两场说明会 当时总共只有十位里民出席 没想到过没多久居民就贴出抗议公告 说会有损国家形象 麦道朗现在只能先暂缓时工 艺人陈建州在脸书上转贴病童化作 我们不会传染 我们不是脏东西 我们奋力与命运搏斗 只为了能再多看一眼这美丽的世界 而五年前麦道里也在内湖区设立中途之家 当时房价一平三十八万 现在已攀升到四十一到五四万不等 而从之家影响房价 简直是无稽之谈 大部分的景安里民都是支持的 我们完全不担心沟通中间的障碍 我们相信沟通会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希望尽快的赶建完成 北市府插手当合适了 不排除近期召开第三次说明会 就是希望让大安区这四百平空间 三十间房 早日亮灯 点亮 每一位并同的希望 这个事情引起了这个渲染大波 就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天 大安区的景安里 就说登了 就到处张贴了这一张的这个海报 说景安里的全体里民 不惜流血抗争到底 适思反对 麦当劳叔叔之家 将癌症重症儿童中途之家 设在景安里 那么要求这个财政部 国有财政区赶快收回麦当劳叔叔的房舍 适思抵制 那么这个扩建捍卫 李民的生活品质 还我亲近的生活 这边还主要强调 这个癌症重症的医疗 安养的机构 有损国家形象 草菅人命 使重症者无法妥善照顾 影响本区 占官及李民的权益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的这种批判 说这就是一个绝对冷血的 但是是不是说 那个设在别人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如果设在我家是不同的 从人性的这种角度 可是这不只是单一个 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形 那么在全台湾各地 是不是都遭到同样的这些状况 其实我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要跟郝龙斌鼓鼓掌 大家 他在第一个时间就站出来说 我台北市政府绝对支持 而且马上统一换造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波力 但是这样台湾类似的抗争 其实我采访过蛮多的 从民国七十二年台北市新一路五段 150项的风桥事件 那时候也是一个智障之家要进入 然后老百姓出来反对 那时候的台北市议员赵超康 陈水扁谢唐廷都全力要赞成 都挺 我那时候其实都觉得 这些都是台湾在这种 抗争史上里面的一页 那当然这几年明治大开 但是会不会反对 会反对 我跟各位举个例子 民国九十四年在中立 中立也有一个社区 他们是怎么反对 他把你们这些人的词卡把你消持 然后找人去阻挡 然后把你的 你们那个把你断水断电 后来这个主委是被检察官起诉 因为社会上引起贡问 可是在高雄也发生过 高雄第二旗帜之家 台中的第二旗帜之家也发生过 反对什么 反对就觉得说 会降低这边的数值 他们的想法都是这样 就排斥嘛 歧视 但是我觉得 他当然一个社会的在成长 就是说这种东西慢慢就会沟通 我举个例子 台北大家想说它是天龙国 其实麦当劳在台北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在内湖的紫阳里 紫阳里的里长是 孙春宏的哥哥 这边没有人反对 大家完全没有抗争 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所以我觉得 这边老百姓的抗争别有目的 绝对不是他们讲的那么单纯说 哎呀 行政院长在这里啦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那怎么会搞到变成说这个要 誓死抗争流血反对 怎么会搞得这样 我相信这绝对是少数人啦 大部分人不会这样 非理性 但是麦当劳叔叔做这种事啊 其实他全世界都在做 我的第三故乡西雅图啊 就在儿童医院的对面 大马路对面盖了好大一片 类似的中途之家 我每天开车都要从中间路过 没有人我听不到 任何反对的声音 那我觉得今天他所举的这些例子啊 会传染啊 有爱观瞻啊 还有行政院院长的官邸在此啊 没有一样站得住脚 讲起来很快笑啊 不好意思 他这些人都是住在大安区喔 而且还自称是文教之趣喔 自在文教之趣地价已经不低的人喔 敢讲这种很站不住脚的话 我觉得很苛恥 他们说白了一点喔 就是不爱任何的弱势啦 残章啦 白痴啦 现在我们大部分喔 那个这个 性为章爱了 不是 你刚才讲的 我们有三个我们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那个殡仪馆啦 譬如说那个焚化炉啦 这些我们可以理解啦 因为一听就晓得这个真的太特殊了 但是他类似的喔 还有那个什么 性骚扰的假示范 这个大家反对 我觉得勉强可以站得住脚 像这些就是说人不如我 他不管从角度来看 他就属于比较低人一级的 他就不希望 对 就不希望他住在我这个区 因为被人家看到了 就觉得我这个区不如人 这是非常视力眼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陆克 回到那个中国大陆 那个博洛克就讲说台湾多好啊 台湾人性多美啊 台湾多善良啊 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人性 非常不善良的一面 但是是不是我们口里面讲的时候 但是如果发生在我们家 那是另外的一种状况 这所谓的儿童重症之家 他不一定是住在那边 要有接受医疗的 他就是因为 不管是这个罕见疾病也好 或者心脏的 或者是一些癌症的孩童们 他们弱势 然后家里面有人来到 这个北部来医治 真的没有地方住 然后跑到医院很费时间 如果究竟在旁边可以照顾的 那么这个马上为社区反对 对 陶哥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这个 当然是媒体报道之后 大家总是 其实你那个东西 他们已经有争执一段时间了 报纸写 然后大家 如同刚刚董哥讲了 今天下午 郝市长清出码说 昨天这礼拜就发灶 马上就处理 其实这个议题已经结束了 如同刚刚沈医师讲 那是少数的朋友 但是在这过程里面 一些负面的 因为像董哥刚刚引用 这样天龙国这种的 我是建议网友可以用 但是我们媒体不要用 还有以前 这个沈医师说 那是中国生 因为阿港都说 我们台北是中国生 台北那明明叫台北市 那不是叫中国生 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 看到那个领长 他讲什么癌症 传染什么 就算他失言 我必须讲一句实在话 骂也骂够 其实很多网友跟湘米骂的尺寸 都可以 尺度都可以进法院 刚刚韬哥提到这几个 这几个那种所谓的嫌恶设施 这个争执 当然还有很多 就刚刚讲那些 什么性侵害的 性骚扰的那个资料专军 这些东西 盖在你家旁边好不好 当然不好 这要盖 当然要盖董哥他家旁边 这盖我家旁边干什么呢 我为什么把风华区列第一个 因为大法官会议都解释了 还是没有要设风华区 全台湾都没有人设风华区 全台湾都没有人要嫖 也没有人要卖 所以韬哥你就知道 我们有多虚伪 我举这例子告诉大家说 刚刚韬哥那意思 我的解读 你现在出来深远的人 我都很认同 可是改天如果 麦当罗熟之家 盖在你家旁边的时候 你也要认同 你不要想说 我又不住警安里 警安里我哪没得起 中年在这里 那同样的这些嫌恶的设施 其实他说我们这些抗争 什么刚刚董哥讲 二十几年来都是如此 我们每次只要遇到这个 大概都是抗争 回馈金 不然要收拼什么 每次都这样 这已经重演很多次了 对 麦静 其实我算是住附近 我不是住警安里 那他这一个土地 这一个房子 我其实常常骑车车经过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因为坦白说反对的人 讲的理由其实一变再变 先刚刚还是讲说有爱观张 接着讲说会传染 那今天讲说不会传染 可是国外的儿童可能会传染 我必须说这都是 无知展现人性最残忍的一面 因为讲这些话 都是二度的伤害这一些 其实最弱势的病痛 他们幼小的心灵 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其实不现得是无知 都应该知道很清楚 好 那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背后有没有其他利益 那当然第一时间讲说说 会可能伤害当地的房价 大家看一看这一个房色 因为我常常经过 其实他二三楼 二三四楼 那个玻璃窗很多地方 都已经被击碎了 那前面一楼整个是封起来的 几乎像废墟一样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说一个马路上面 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房设的话 其实对当地的房价 反而是负面的 因为它很难管理 它像废墟一样 然后你晚上经过的时候 那边都是没有灯光的 其实反而是不利的 那我就想说奇怪了 如果是这样子 有人进驻了 经营了 管理了 改善了整个的门面 是好事啊 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它有损房价啊 但我这边提醒一点就是 其实有没有有心人 利用人性无知而残忍的一面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当地反对的人 自己想清楚一点 因为这块土地的价值 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是不但位于大安区景安里 不只是位于金华地 因为它前面 因为大安区很多都是巷道 然后它前面 直接就是金山南路的大马路 那你要知道 大马路旁边的土地 跟巷子里头的土地价值不一样 因为大马路旁边的容积力也好 以及它的建筑的高度来讲 那都是一块非常值钱的土地 当然现在是国有土地 但是有没有人 寄予这一块土地 那你租出去了 我就没有办法 跟你国有财产局乘购 或者我没有办法跟你乘租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 这个要求你国有土地 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变更 有没有这种利益的存在 因为我很难想象 为什么内湖当初在新建的时候 因为是卖到了自己的土地 就没有产生任何的抗争 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抗争 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它真的不会影响房价 它相反的 对当地的市容景观是好的 而且这些孩童们 跟这个家长 他们是一向子非常低调 因为已经身体很不舒服了 那么是弱势 或者是罕见疾病 所以非常非常的低调 但是如果这个 刚才奉行讲的 背后隐藏的是 非常重大的一些利益的问题 我觉得奉行讲到重点 当我们今天看到景安里 景安里是号称文教区 景安里住了很多高水准的人 那么算我家在景安里也有个方式 那么今天看到他们表面上提出了理由 说是很可笑 什么影响国家形象 根本完全不通的 它背后的因素 我认为就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人性里面 自私最卑劣的那个层面 比如说白眼症 你看到一些所谓的癌症病痛 或者看到罕见疾病的 你就用有色的眼睛去看人家 就看不起人家这一个 但我觉得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应该是奉行讲的那一部分 因为那块地是非常值钱的 那块地是国有财产局管理的 一块国有土地 那你今天让麦当劳那么申请 移作为所谓的癌症病痛的中途之家 当然这些觊觎这块地的人 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奉行举了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为什么内湖那边没有人反对 这边就这么强烈的反对 照理讲如果这里反对了这么激烈 内湖应该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内湖没有 反而井安黎有呢 所以背后一定隐藏了一些 所谓商业利益的考量 我觉得有这样子考量的人 你就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不需要去遮掩 讲一些不成道理的道理 惹人笑话 但是这个台湾社会 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力 我们观众朋友也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井安黎里面 做了一些那种访问 他们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凡旋 好 涛哥 其实中途之家在金山南路设立 现在有很多声音传出来 有人是很欢迎 有人却是不欢迎的 因为他们担心房价有可能会跌 而今天我们也特别到了井安黎 来问一下居民的反应 天象团队吧 理由是什么 担心什么 理由 我怕会有很多状况 普通的状况啊 所以还是会担忧 蠢是你对 合理的 任何人到这边来住都是合理的 你不能去拒绝这种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担心他搬过来会不会影响啊 哪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 什么人都可以住 为什么就影响 所以你觉得说你不担忧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证实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根本不会传染啊 这种东西怎么不知道呢 最基本的尝试啊 是不是 那会不会担心说 有人基本担心说 来的可能房价会跌啊 不会什么会跌 不会 对啊一定的啊 那你们会不会是抱着心态 所以想帮助这些孩子 当然一定的啊 对啊 不然这孩子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好事情 这种感觉怎么样 可以啊 你会不会反对 不会啊 你觉得很好吗 对 会赞成还是反对理解 赞成啊 赞成为什么你会赞成 这种是给他们这可怜的人方便啊 对不对 你会不会担心说他住进来 如果这些孩子住进来会有影响 不会他们又不会怎样啊 又不会传染又不会怎样啊 会不会影响房价啊什么之类的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OK 帮助人家比较好 他一定可能会是传染病啊 或者是房价可能会跌 这应该还好吧 所以你会乐观其成欢迎他们 这是这个海报到处贴的 尤其强调说这个不惜流血抗争到底叙事反对 说这个大安区 与警安里全体里民 携手并肩同心协力 那么川阳刚才这个访问只是我们随机的一些在这个警安里附近的 但是也有看到有很多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这个说法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整个的台湾社会来看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 但是我据话又好 就是说我也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家 我说我家在那边有房子 附近的里民其实大部分跟你访问的是一样的 都是热见其成的 都是愿意去帮助这些癌症重症的儿童的 是 我觉得其实刚刚方星讲那个地方是在街口 当然街口的这个利用率 或是它的价值比项内的房子是价值不非 所以有人可能要动这个脑筋 可是我们想想看事实上在国外 国外也有一些社区 其实说种族上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黑人搬进去 或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人搬进去 开始社区就抵制他们 不跟他们来往 甚至想把他们赶走 我们某种程度如果是因为这样子一个 一个对于弱势的人 或是对于他们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或是他们的比较弱势 我们比较这样子 弱势这样的心态的话 并同刚刚讲或影响地价 或认为说他们对于这个这块土地 有所觊觎 这些复杂的原因缴获在一起 就容易把在里面煽动起一些 一些不需要的这个 但是刚刚讲的说煽动 不是 涛哥会用这么严厉的言语 然后采取到处张贴标语 通常是少数人的动作 如果这是多数人 不会采取这种手段 就好像说要不要法拍屋 大处贴 其实后面只有一个人在贴 那我接奉心的话 就是说我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不见得是在基于这块地 在未来他可以去标 可以去 有利益的 我认为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某些人 认为这块虽然目前 是好像废墟一样 但是对他有一个憧憬 对未来有一个希望 也许有一天标了 改成豪宅 也说不定 但是如果让 麦当劳叔叔进来的话 这个大概就好长的 可见的未来 20年30年 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非常自我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非常自我的 这是我们提供这一段 让所有的台湾民众 这到底是一个冷血 还是人性呢 稍后观众朋友 回头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今天林一世的贪污案 她的母亲已撤谎 说能不能够再追出来 有所谓的其他的共犯 同时副总统吴敦毅先生的朋友 吴门忠夫妇 今天也以证人的身份 那么有什么样的后续呢 稍后吴门忠先生 也有一些的这种观点 提供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么稍后回来 也是监察院今天针对 前任的驻新加坡的代表 施亚平女士 也就实际上就等于 我们驻新加坡的大使了 那么认为说严重的失职 但是外交部也发表 他为常务次长 意思是等于升官 这怎么会有两种 马政府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照回来 去后来我们大家看一个 为什么一个国家 原本是政府之一体 那么监察院经过调查 认为说前任的驻新加坡 代表施亚平 也就等于是大使级的人物 那么是严重的失职 严重失职 在监察院来讲 严重失职 进一步的可能就是弹劾的 但是同样的在外交部 那么反而可以升官 所以这一定只有一个解释 要不然他有问题做错了 要不然他是做对的 到底是对还是错 给社会大众一个解释 我们看一下 向盈走进来 外交部次长施亚平 甩不开驻新时 和李光耀合不合的阴霾 即便回台升官 也得面对监察院 调查驻新代表处 失职的震撼弹 流失去年一场 在新加坡举行 台新合办的革命百年 学术园讨会 驻新代表处没有派人 与会的监委周扬山 破诱为辞 驻新加坡代表处 当时处理完群员 没有去参与的这个部分 监委是认为 做的不对的 希望我们检讨改进 这个部分是不是失职 好 那由各位来判断 外交部高层私下开玩笑说 不会是监委到新加坡 没被接待 不满而展开调查吧 外传报的内情 可能动摇台新关系 总统府外交部 协调说服监察院 以国家机密为由 调查完秘密结案 但这不能说的秘密 是什么 石耀平直言 他跟李光耀 没有不合 在我住新的三年期间 我并没有跟 李光耀李资政 有什么关系不好 或者是不礼貌的地方 得罪他 我希望说 这些所谓的传闻 能够到这个地方 就告一个段落了 选择出面 说清楚 但台新关系 屡一屡 外传陷入低偿 这张监察院调查 住新代表处 部分失职 让一连串的效应 血伤加霜 具备新闻怎么报道 这是整个监察院的调查 弄完以后 变成一个国家机密 那么你一旦说 这个国家机密 马上制造民众 有各种的想象空间 所以你中间 一定有不可告人 这种事情被压掉 今天民进党 就很强烈的这种质疑 简单说 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这么说 刚刚看那个报道 我觉得坦白讲 有点吓一跳 说外交部的官员 会有一种开玩笑的口吻 说难道是因为 监委出国 我们招待不周 所以找这样来算账吗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 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 他对这个监察院的报告 很不屑 或者是说 监察委员公报私仇 你对我接待不周 所以我找你的 这个披露 找你的小尾巴 如果说什么 连一场学术研讨会 没有派员参加 就成为滔天大罪 那如果这样监察院 应该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 可是我觉得 除了外 我们这个事件除了看到外交部跟监察院之间 为了一个已经列为机密的这个调查报告 彼此在互相有点放话的 这个我们还看到 新加坡官员事实上是当前 当初史亚平回来之前 就已经有放出一些话 那如果是这样 新国官员 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总是一个调查报告 不能像实力明误一样 弄了半天 大家国人都非常地 不会非常不清楚 所以民进党我们会要求 要求你监察院要拿出调查报告 传闻真的非常多 但我去谈一些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客观现象 就是施亚平在新加坡三年的任内 请问台新的关系有任何的突破点吗 其实台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原本在贬政府时代都已经谈到最后阶段了 只剩下名称的问题还没有决定 为什么这三年来没有任何突破 那你可以讲说他是有工人员吗 因为以他身子来讲 应该背后要有一些攻击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三年有任何的功劳吗 我们其实举不出任何一项 那我不讲传闻 我只讲一个在外交上面 很不寻常的现象 施亚平人回来了之后 好几个月 然后新加坡才接受我们的助行代表 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代表的这个案子 这在外交的工作上面来讲 他等同于驱逐你的代表 然后我要等到说 我们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 我才接受你新的代表 这在外交上面来说 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外交部才是行家 他们为什么不去面对这件事情 是怎样的关系会处理到说 你的代表先离开了 接着我后面的人 常常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接受 当然现在最近的整个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是谁破坏了那个关系 那今天监察院的报告 我不管说这里面的国家机密的部分 但如果有违法有失职 那你可以跳过那一些列为机密 就是说这些是怎么造成的违法 怎么样造成的失职 你可以把它列为机密没关系 但最后结果该有弹劾该有纠正的 这是你监察院对国人的责任 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好好的来评论 外交部这时候的升官是否合理 这时候的升官 就马政府的用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般民众搞不清楚 这个我们的代表或者就大使 在国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至少看到的 你今天监察院说严重失职 但是也看到了你外交部是给予升官 这中间不可能两者是相符合的 一定有一个大的矛盾 这个大的矛盾到最后说这是国家机密 民众马上问 这是不是中间有人压案子 为什么是压迫了这个监察院 还是监察院根本就是公报失丑 这个不但毁了监察院 也毁了外交部 也毁了整个政府的威信 这个整个政府目前在我们国家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威信了 这件事情有一个难以延宣的背后的矛盾 我觉得只要稍微一般智商的国人 完全不能够理解 到底是谁错 到底有没有错 对 如果你有到违法 而且那个严重的程度 是有伤到要把它变成国家机密的程度的话 那你为什么升他变为次长呢 如果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话 新加坡当局难道不知道吗 新加坡当局已经心知肚明 而且都几乎要已经动怒了 那你升他为次长的话 你难道不怕新加坡政府有更严重的反应吗 那今天有一个说法 今天晚上有晚报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施亚平本人没错 因为他的错是在执行外交部 或者总统的政策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外交部的错误 监察院也可以调查 也可以弹劾啊 那难道我们总统跟外交部的对心政策 这个是错到严重到要以国家机密来把它包容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给国内一个交代 错不错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你只要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 你即使得罪了友邦 但是你是站在我们台湾的角度 人民的利益上面 也可以跟民众解释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监察院说一个严重失职呢 这是中间太起人移动 这个当个 且我先讲一下 当初啊 在08年的8月9月啊 沈富雄 沈大老说抢救英九大兵 当时沈富雄啊 用新闻局长当例子 当时的新闻局长是谁呢 施亚平 就是施亚平 刚刚陈凤星讲得很好啊 这几年施亚平到底做了什么 他说我看不出来 我每天看那么多报纸 我看不出来他要做什么 看他一直升官啊 为什么 这个就是标准啊 这个就是 这个国民党的黄志芳啊 当年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这什么都没当过啊 阿扁就当他当外交部部长 马英九现在让施亚平当正次 尝试啦 目前是尝试 已经客气了啊 外交部的人批评施亚平 你有没有管过一个区 譬如说北美斯 你有没有管过 没有啊 那为什么要破壳 我也看不出来施亚平 就是到底好事好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这个事情会出现两难 就是说到底是监察委员问题 还是外交部委员 陶哥就如同你讲说 以我们现在政府状况 如果我最后确定是外交部委员问题 我也很难过 如果你就最后确定说 是监察委员有问题 那一样很难过啊 可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啊 我的研判啊 在我们台湾这么大一个将冈之下 过了几天啊 外交部市场还是施亚平啊 那周扬山啊 还是继续当监委啊 会有答案吗 会有真相吗 我当然希望有答案有真相 到底是监委弄错了 还是施亚平在新加坡真的表现不好 可是他竟然给你推个国家机密啊 什么外交的关系啊 不公布报告什么的 我都觉得很像 因为监察院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啊 监察院只要遇到敏感 他们会秘密投票 秘密表决 然后调查报告也不公布啊 这个就是监察院 不要忘了喔 当初马总统提名的监察院副院长是谁 是沈大老 是 我们这稍后回来 除了有这个特征组今天约谈 您一世的母亲沈若南 并且进行测谎 能够有进一步的说 抓到其他共犯或者资金的流向吗 更重要的是吴敦义的朋友 吴门忠先生跟他的妻子 两个人也去作证 那么能够引发出来什么 马上回来 一个到底 我们驻西大坡的这个代表 前任的这个代表 到底是重大的严重失职 还是有功升官 一个我们的政府 马英九总统 连这个事情都不知所云吗 这整个最近一连串的这种事 包括很多的 到底这个林一世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 怎么会有这种贪污的官员 是不是有持续来追 你说不清楚 连这个事情也说不清楚吗 还要变成说 这是一个国家机密 我先说一下 刚才韦泽说 监察院的报告 看起来实里迷雾 不知道为什么要练成国家机密 如果练成国家机密的话 代表里面的调查报告的内容 很明显的 如果公租于是的话 会影响到台新之间的外交关系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实里迷雾 让我更实里迷雾的是 马英九总统的用人哲学了 通常如果马总统决定要用的人 他所有的争议都可以变成不是争议 但是如果他不准备要用的人 所有不是争议的 他都可以挑出一些小争议 来作为合理化的理由 这是马英九的用人的哲学 今天会搞到这个局面 就是马英九用人 他就主观上觉得我要用你黄伟哲 你黄伟哲几手奔外勤都无所谓 我如果我今天不用你李涛 你李涛完全清清白白 没什么事 一样可以把你挑出来 说你个性孤僻 你是个公粮 传不语了应酬 这是马英九的性格 所以施亚平就是一个 最明显最明显的例子 你今天施亚平在外界 在新加坡的一个代表的任内 有多少的争议 周扬三不是那种 他跟我在台大同事 我太了解周扬三性格了 他不会是你到新加坡去调查的时候 什么招待不好 回来就有公报失仇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更不应该这样讲 对 更不应该这样讲 会讲这样子话的人 怎么可以做大使呢 会讲这样子话的人 怎么做政务官呢 而你今天有这么大争议的人 而且还在调查之中 你竟然还让他升外交部的常识 你竟然在九月的时候 还准备可能要把他升为政治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事情虽然一般的这种社会大众 没有特别感觉说 你到底什么大使或者代表 做了什么事情对还是错 可是看到了唯一的一点 怎么会这个政府 这么样的一个荒唐 自我的矛盾 左脸打右手 左手打右手 我们现在看到媒体写说严重失职 这是报纸写的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证实 包括监察院也没有证实 必须这样讲 马航九爱用什么人呢 马航九一直要找邱怡入阁 邱怡不愿意 邱怡自己季节 马航九爱用的人就是像邱怡这个 邱怡自己季节 我讲 当然你可以讲说 哎呀就挤那么多例子 但是我讲我们讲很多事情 台新过去的关系最差 民进党的张富美国大代表 去见李登辉的时候 黄伟哲那时候也当国大代表 李登辉见了民进党 李登辉讲我 不是 那时候张富美质问李登辉 说你做总统太独裁了 李登辉说我哪有李光耀独裁 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候台新的关系是怎样 新加坡抗议 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李光耀比李登辉独裁 而且是你总统讲的 好我讲第二件事情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陈唐山讲新加坡彼死大的国家 捧中国大陆的LOP 那不是更大的震荡 台新也没怎么样 这两件事情我相信绝对比 史亚平这个更直接的侮辱 我讲 但是我不是要讲史亚平怎么样 我几个最近外交的例子 我们驻巴拉玛的大使 到现在 到任的国书要递给他们总统 人家季节 季节了好几个月都快半年了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在讲 那是外界大家在讲说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去得罪了他的 去见他反对党的 对但是我讲我们在讲很多外交的东西 其实你不能用一些留言或者说 监察院说严重事实或怎么样 我们都是用这样在猜嘛 分正原因我们其实不知道 他是不能用留言 但是因为整个我们台湾的民众长期以来 已经忘掉了 我们还需要跟其他国家打交道 不觉得是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里面 不管你这个邦交 尤其是新加坡相对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邦交国 那么如果都形成如此的话 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台湾根本无所谓的 其实巴拿马的事情我在外交圈里头 他们都是行家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有内部政争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不要去介入人家内部的政争 所以今天整个外交上面受挫在巴拿马的部分 他是比较能够解释是他自己国内的问题 而并不是我们外交人员的问题 可是回过头来讲 我这边提一点就是说 我刚刚所提到的 施亚平今年2月的时候返回新加坡 从新加坡返回台湾 可是新加坡什么时候才同意我们的代表过去 这在过去我们跟新加坡之间的关系 有恶劣到这种程度吗 5月的时候 刚刚提到的李登辉跟陈唐山的失言 都没有造成这么恶劣的状况 那我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今天讲的都不是用传言 我是看到你实际的作为 当然新加坡因为跟我们关系良好 有太多大佬中间协调之后 我们跟新加坡关系要恢复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觉得外交体系的人看在眼里 今天我先讲一下 周扬山如果没有讲这句话 他的调查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 没有严重失职这四个字的话 周扬山你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把这个话吞回去 说没有 没有这回事 因为从今天早报一直报到今天晚报 周扬山如果没有讲这句话的话 那你早就应该吞回去了 吞回去至少严重失职是指石雅萍 违法的是指下面的政治组组长 所以你至少应该把这件事情给吞回去 如果没有吞回去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先讲 那建材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而且很重要的是 外交体系都是行家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严重失职 请问一下外交人员的士气 会低落到什么程度 原来一个人可以办错了还继续升官 然后更重要的是 马英九你不要再去养一些 似从而交的爱将 我讲这句话真的不客气 前面一个林医师的案例 现在我不是讲石雅萍他违法 没有 可是如果你不断的去纵容一些 似从而交的爱将 对你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马总统 如果要告诉国人 这个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监察院 说你是失职 那么外交部会升官 给国人一个基本的交代 不要动不动就说 这是一个列国家机密 今天一件事情可以看到 你很多的整个的行政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接下来就是 林医师的这个母亲 今天介绍了这个测谎 但是能够追出来其他的共犯吗 马上回来 林医师的母亲今天进行测谎 那么到底有没有追出来 可能说追出来什么样的一些共犯 我们先看一下 是被传换来作证的是吗 一身黑衣墨镜藏住眼神 看不出情绪 无闷中 道案说明 休闲打扮 无闷中的七九 前高雄县名代表陈志青也来了 金刚代货的妹妹陈莲珠 冒言压得滴滴的 林医师必要延烧 天的药茶 谁之中牵线 日前陈志青坦诚受到媚婿委托 介绍陈启祥和林医师两人认识 消息曝光后 又改口说记错了 是妹妹要求帮忙 说辞前后不一 加上无门中 又是副总统武敦义好友 X先生传闻一度成交点 引起检方注意 这回统统以证人身份约谈道案 检方以前追人 怀疑林医师收贿案不止一件 再度传讯母亲沈若兰道案 进一步测谎 同时也发现 林医师涉嫌利用人头户处理脏款 可能涉及海外洗钱 已经请调查局协助 清查经流 大动作约谈 策略进出 就是希望交着案情有所突破 TBNS新闻纵组织报道 这连续经期呢 针对这个林医师的测谎 或者是对这个彭埃嘉的这种测谎 现在林医师的母亲也测谎 通常 大家说希望能够追出来 真正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大谈官 全部揪出来 可是通常测谎测谎到现在的话 就表示案情是怎么样 陶哥这个是目前已经测谎过的被告 林医师 陈启祥还有沈若然 那如果依照这个顾立雄大律师出来讲 他说陈启祥是通过测谎 这是顾立雄讲 但是顾立雄并没有提到林医师 也没有提到今天的这个沈若然 这就是林医师的妈妈 那通常就是说 案情没办法突破的时候 才会用测谎这一招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偷董哥的车子 然后被监视器拍下来 然后被抓到了 那要测什么谎 就监视器拍到我牵了董哥的车子 我就骑了就跑了 那要测什么谎呢 那如果现场留下我的DNA 或留下我的指纹 那要测什么谎 他就是没办法突破 不敢去测谎 测谎真的有效吗 测谎就没效了 从以前马面那个 廉盛环参加的马面林振伟 到南回高格安的里滩 我不晓得到底测谎到底意义在哪里 但特征组现在用测谎表示什么 表示我的研判是正确 他就没法打开灰嘛 该去用测谎 特征组叫他 其实在法庭上是没有证据力 也没有证据能力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征组很乐于这个 但是我要讲一下 我们记者抄报纸 要抄得一点逻辑一点 好 我今天就讲这四个字 什么叫以前追人 你示范给我看 什么叫以前追人 来啊 以前什么追人 现在就是扣到7500万 然后这个陈警长给他6300 多了1200万 你告诉我什么以前追人 你叫李昌玉回来啊 叫那个电影那个什么 CSI那个出版 以前追人你追给我看啊 不要每次都讲那种废话 叫做以前追人 不然就以枪追人啊 那台湾不是以前追人 真的查到户头的话 那也就是领导别的问 陶哥这是有困难度的 他如果真的有意要做洗钱 或是藏匿的动作的话 除非林医师主动愿意讲 不然你是查不出来的 不要再讲什么以前追人 如果以前追人可以试用的话 我只有一句话 待会儿陶哥我没有提到的 那你扁案你以前追人给我看 追了几年啦 黄芳燕人还在美国咧 就位 我要说明一下 策谎在台湾有两个单位可以做 又是调查局 又是刑事警察局 策谎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策谎有老的方法 有新的比较尖端的一个方法 但是所有的策谎 都只有参考价值 他是没有任何证据力的 只能作为参考 谢长廷在匪文录音带的案子里面 他策谎 老的策谎过了 新的策谎 尖端的 简单的没过 而是最后的检察官 黄俊佳 还是取最后的结论 既然说谢长廷的策谎是过的 这个就是策谎没有任何的证据力的 所以今天不要被这些 特征组的策谎的结果所迷惑掉 这一点辉文讲得完全正确 我认为今天特征组 这件案子 如果要采取什么以前追人 是不会有结果的 你今天之所以 林毅寺能够关缩成功 能够顺利6300万落袋为安 一定是中间有人配合 一定是中联有人配合 一定是中药里有玄机 这为什么不去查呢 难道你中刚当时候合约签的 前后的有没有接触 有没有疑问中联 还有那个最可疑的中药 500万资本额一个人公司 这个公司怎么可能可以得到 中刚这么多下角落的分配 到底背后的引误者是谁 怎么会不能查呢 你所谓的以前追人 你去查那个沈若兰送去那1800万 还去验指纹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然后说 都在圈子里面照 然后说那时候给的是193万的美金 交回来是台币 怎么很可笑吗 以前追人 现在重点是给予社会大众 一个极大的期待就是 这背后还有没有所谓的共犯 这个共犯不只是在平的这个发展 而是在背后有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大咖的 上个礼拜那个传出来的各种乌龙爆料 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民众来讲 有事实证据有没有这样的 陶哥我对共犯这两个字很有意见 因为这个礼拜就是因为碰到瓶颈 所以侦查的焦点就聚集在说 所押的钱的数目远超过6300万 那如果帝勇案 就帝勇案而论的话 如果有共犯 在林医师加的钱 只会比6300万少 而不会比他多 因为他要分给别人 所以我们不是共犯 是林医师有可能多重犯罪 多重贪毒 还有别的案子 就是不只有帝勇 因为他做委员做那么久 因为秘书长也做了一段时间 他可能还有那个案 就帝勇这个案子 我觉得共犯的可能性 相对是比较少了 但是我不讲死 但是我觉得就沈若兰女士来讲 林医师的妈妈 我觉得策网我也赞成 因为称赞主要该做的事 都要做都要做 给大家一个交代 但是他会有一个结果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林医师可以把钱搬回家 跟老母说 说妈妈再来 你帮我收一下 老母说这人是在这里 他说你不用管 你也就好 你去妈妈你不用管 你鸡棍鸡叉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策谎会过 所以到底经过他妈妈的嘴 经过他妈妈的策谎 能够知道到底还有几个案子 或者还有多少人把钱分掉了 或者把钱加进来了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会 这个林妈妈 这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再讲一句 我刚才讲钱分出去了 还是钱加进来了 请问大家如果还不同意我的讲法 请问如果有共犯的话 钱是加进来 还是钱是分出去了 我认为如果有共犯 钱是分出去的 怎么会更多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说有多久的这种时间 有经历过多少的A钱的案子 我现在都已经不敢去奢望 去办林义士的其他的案子 或者去办说林义士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公司 然后有其他的政治门神 因为我现在必须说 我看这个案子办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是其实还蛮难过的 然后有的时候测谎 他的目的是什么 测谎的目的就是我追查到此为止 因为你如果测谎过了 我就可以不用再问你了 所以某种程度 那什么时候把测谎当成有证据力的 对 因为测谎本身其实是没有证据力的 所以测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可是我想问大家是 我们光就林义士这6300万 光就这个案子来看 请问一下林义士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违法官说的话 那背后应该有被接受官说的人才对啊 那到目前为止有那个被接受官说的人 好好的被办了吗 中刚的董事长周若奇 他承认见过陈启祥 现在还是证人的身份 那中联资的这个总经理管兴湾 他也是一样 他承认见过陈启祥 可是他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也是证人的身份 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外面开花 我们是希望通通办 对不对 林义士其他的案子也办 然后其他的政治门神的案子也都要办 可是你光就这一件6300万的案子 林义士他到底去官说了谁 我们看到了吗 有在办吗 就你办来办去你办沈若兰 我必须说那是很旁兹的旁兹 你真的要办的是 林义士他到底官说了谁 他总不会官说了他妈妈 这件事情就成功了吧 所以我看来看去我就看不懂了 周若奇自己承认见了陈启祥两次 可是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个合约摆平难道真的是像 你要知道他后面如果没有一个被官说的人的话 到最后就会像林义士讲的 这就是一个诈欺案 这就林义士是不能接受的 是扭转到说这个诈欺案 不是啊 林义士现在扭转到诈欺案是这些人被我骗了 我假装告诉他们我有这么大的客谁 然后这些人相信是我用诈欺的方式 那最后诈欺诈欺 所以我这边最后一句 所以如果用诈欺的这种状态的话 民众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涛哥我最后讲一句话 我们不要只是看热闹说 这又传讯了谁 那又传讯了谁 你要是如果没有办到关键点上面 他就可以在那关键点外 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永远找不到关键点 涛哥我说明一下 诈欺没那么容易的 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过的人 要诈欺那么容易吗 周若奇 中刚董事长周若奇承认 见过陈锦翔两次 第一次是林义士以选民服务 带着陈锦翔去见他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一个雷的朋友 跟陈锦翔吃饭找他一起去见面的 好 那我请问你 中刚董事长多大 涛哥你知道吗 中刚董事长随时可以当经历部长的 甚至可以说经济会主委的 中刚董事长那么大的一个位置 你林义士要带着一个下包的 下脚料的小包商 竖行不良的陈锦翔 去看中央董事长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 这中间一定有玄机 你怎么可能林义士 6300万收下来若带为安 然后我关锁的对象什么事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呢 好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为什么姓雷的朋友 要找周若琪来一起跟陈锦翔吃饭呢 这中间有没有玄机呢 你特征组该查的重点是这一个 你应该把那6300万追踪了清清楚楚的 你当然就可以把你的本给雇住了 再寻求开花嘛 我们稍后回来210全面开讲 吴门忠今天在这个特征组到底说了什么东西 还是说就跟我们上个礼拜 吴门忠先生讲到这一根 吴敦义这个副总统的这一段是一模一样的嘛 同时今天可以看出来最近这几天了 这个绿营很多朋友都强烈的抨击 说办陈锦翔贪污的时候 连这个收押了10人 那么办灵异室 现在就灵异室一个人 那么到底还要该多收押谁 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